上下嘉義火車站的地下道 工作人員都會好心在一旁提醒 因為地下道这几天都在施工 半侧封闭 不料15号上午10点半左右 厂商在进行轨道迁移前置作业时 竟然把地下道的顶板 敲破一个一米的洞 顿时水泥快掉落碎裂 还好没有炸到人 然后现在倒下的位置 就是这里记得豆盘来电 厂商在第一时间紧急通报 台铁车站 并派响岛员引导旅客 改搭电梯走人行到天桥通行 地下道破损意外 让即将举办活动的市府员工 不敢大意特地前来勘察确认 以帆布围起来的范围 就是顶板破洞的地方 厂商15号晚上已经紧急修补完成 经由台铁站方人员勘骗验之后 16号一早9点半恢复通行 火车站人来人往真的大意不得 铁道局表示 已经折成厂商加强施工管理 进行后续的铁轨迁移工程 务必更加谨慎小心 TVVS新闻季建亨嘉宜报导 请支持TVVS国际Plus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接轨全世界 恳请订阅开启小铃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